制作按钮 在网页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按钮 譬如我们现在所开启的档案是CH3-11.psd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按钮 那对于Photoshop来讲 制作按钮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选择档案 开一个新档案 那这个档案呢 背景这里 我们选的是透明 在这边我们选的是透明背景 这边有个下拉窗口 好选的是透明 然后呢宽度 假设宽度是200 高度是80 我现在准备来制作一个200x80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现在把它放大 好 那么我可以借助各式各样的形状工具 在这边我可以自己画 或者是借用制定形状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 那现在呢我产生一个圆角矩形 那圆角的半径我这边输入30 好 那在左边这边我选的是形状 形状图层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 拖曳 然后完成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首先我们来开启视窗里面的样式 我们知道在样式里面呢 它有各种的样式 譬如说我现在点两下 我们就看到换了一种样式了 不只这一种 我们在这个样式面板选在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按钮 譬如说文字效果 我现在用加入的方式 那我们看下面会有更多的 这样子 好 不管我们选哪一种 不管选哪一种 我们都可以说 现在 譬如说我现在选这个 然后在右边这边 譬如我可以说 去掉内光阴又是一种 去掉外光阴又是一种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先来输入文字 那这个文字呢 点大概是 我看48 大概48 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36好了 Home HOME 好 那么 我现在把它放正中间 好 那 按钮做好了之后 我们都知道 按钮有很多种状态 在网页上 平时的状态 那么 或者是滑鼠滑过 按下去之后的状态 等等 好 那么 我们又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呢 是按钮本身的变化 假设这是第一种按钮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存档 好 然后我就储存为 网页与装置用 好 那当然这个按钮 等一下我要稍微修改一下 好 就用裁切工具 因为 事实上我是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 那我这个地方 我来把它裁切的刚刚好 好 裁切刚刚好 左边一点 好 好 好 那因为它是透明的 我们选透明背景 所以到时候看到这个角 是不会看到的 好 那这时候我选择档案 然后储存为网页与装置用 那么 因为我们是透明背景 所以选的是GIF 在这里 我选的是GIF 好 那这样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储存了 譬如说我们存完之后 譬如像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我存的呢 叫做TEST ONE好了 然后第一个按钮 或者叫BUTTONE ONE TEST ONE都可以 好 那么存好了 存好了之后呢 如果在网页之中 我们看它是什么样子 影像 好 然后TEST ONE 好 在这边 好 确定 把它复制到 我们的网站里面来 好 可以看到 好 好 那么我所看到的按钮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好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 那再回到我们的 再回到我们的图层这边来 好 好 那这个图层呢 呃 我们来讲有三种变化 第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 按钮本身的变化 譬如我去掉阴影 好 这样就是一种 好 那去掉外光阴影 又是一种变化 等等 好 等等 那我也可以文字变化 好 目前我的文字 我现在点按一下 在右边这边文字图层 我的文字 这是第一种变化 当滑鼠按下去的时候 假设 然后这时候 我把它产生阴影 好 把它产生阴影 我们把它移到旁边 你看 这样就是一种变化 好 然后呢 呃 以文字来讲 我再产生一种变化 譬如说 我把它选择 建层覆盖 好 或者是颜色覆盖 都可以 好 这样又是一种变化 好 所以说我们变化 可以分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按钮的变化 第二个是文字的变化 那么排列组合 那么就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变化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 你看 像这个是三种 事实上Photoshop 已经帮我们弄好 以按钮本身来讲的话 譬如我现在点按钮 好 这是第一种变化 好 然后 这是第二种 这是第三种 我们看 这样就有四种了 好 更别提出 我们等一下还可以 帮它换颜色 好 好 那 这个文字变化 我也把它稍微变化 好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 它这一组 这一组就是 三种的 好 这一组是三种 你看 这样就是三种 好 这也是三种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四种的变化 等等 好 所以说 都可以非常简单 达到我目的 譬如说 我现在在 另存新档 好 是叫test2 储存为网页与装置用 比如说 再另存新档 然后 档案 储存为网页与装置用 然后一样是gif 这里边缘调和 就选无 不要边缘调和了 因为我是要整个透明的 好 然后呢 我们选 储存 然后叫test2 好 按确定 按完确定之后 来插入看看 这是之前插入的 那我现在把它 把它做复原 现在重新插入一个 比如说test2 同样我把它复制进 我的网站里面来 好 看到就是这样子了 好 那么 以上呢 就是制作按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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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